最近消息 立法院今天進行紓困五點零專案報告 為服務長陳時中列席參加 以讓立委繼續緊咬三加十一決議會題 回顧今年五月份時 陳時中在國會上表明 這三加十一會議是由副指揮官陳宗彥召開的 但隔了一天隨即又改口說 陳宗彥當時並沒有出席會議引發爭議 民眾黨立委邱成遠要求陳時中為此道歉 而陳時中今天也公開道歉 來看一下稍早的畫面 我們認為在國會上的這個發言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公開的來向本席跟立法院來致歉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接受到您的這個歉意的表達 那天下午我就直接給委員有電話 表達說我講錯話 我記憶不清 您認為這個部分在國會上的失言 我們不講說話 您是不是應該公開的跟國會來道歉 包括您其實幾次在國會殿堂上面 跟我們在交鋒上 其實您的這個情緒的管理 還有在你這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會議記錄的追查上 其實您的這個表達上其實都不是很理性 我們希望說你這個針對這個部分是不是來先跟我們做一個道歉 沒有問題 在那個5月28號 如果有人對我講錯話 那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好 那這謝謝你的這個誠懇的道歉 第二個 針對三加十一的部分 我們知道行政院的調查報告出來 當然民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跟反應 那監察院的調查報告還沒有出來的同時 您其實多次向外發言 就是說三加十一這個部分您來負責 但是您最新的一次發言是說您是針對這件事情來負責 那我們想具體了解一下您要怎麼負責 這邊我們也幫您稍微整理了一下 來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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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選項 就是針對這個三加十一的部分 您的這個 可能是後續造成我們的這個疫情 還有我們同胞的這個亡顧的部分 我們認為還是幫您羅列了幾個選項 第一個 如果要負責的話 是要立刻請辭負責 還是第二 等疫苗的兩劑覆蓋率滿60%來請辭負責 第三個 像八百三十位亡者三鞠躬以示負責 第四個 您認為防疫去年有功 功大於過 所以不需要負責 第五個 認為根本沒有錯 所以不用負責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部長還是您有其他的回答 是不是可以請您回應一下 您對這件事情您要怎麼具體的負責 給國人一個交代 我們本於政務官的一個良知良能 做好我們分內的事情 不過聽起來您今天沒有要正面回答我 所以我們也認為您這樣的負責態度 就是可能也不想負責 所以原則上這個問題我們就到此為止 委員我要講一下 你那個前提說這個是破口 這是不對的 因為諾福特事件的病例發生 他感染早就在加強版的3月11號實施之前 講加強版跟去年的3加11實施了一整年 其實去年是有課期跟課期兩個分類 委員長我不想跟你糾結 因為接下去你說到5月那都證明沒有他的相關性 到今天你看我們的病例都是控制在各位數 所以對一個長期這麼認真的陳時中指揮官 我們做得好的部分我們都肯定 我認為是不對的